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日常急用英语第九个部分 Time and Date 时间和日期 我们先来看几点来这么说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 is it? What time是问几点的 那么这是一个直接问的句子 所以要用 What time is it? 假如你这样说 你能告诉我现在几点吗? Could you tell me what time it is? 注意这时候是it is 不再是is it 为什么呢? 这个句子现在摆到整个这个大句子里面 变成了一个重句 并语重句 在英语里面 重句是不倒装的 What time it is? 是一个重句 什么叫倒装 句子的动词跟主语倒过来了 通常我们在说句子的时候 英文句子的时候 要先说主语 也就是名词代词开头 然后呢 再说动词 如果你把动词放在主语前面 或者朱动词放在主语前面 那就叫倒装 像这个呢 它就是倒过来了 is it? 先说动词 再说主语 为什么要倒装? 因为这是问句 这是一个特殊语问句 现在它问句在这里问了 could you tell me 倒装在这里了 could 倒在主语前面去了 这叫部分倒装 所以这个编语从句 不倒装 记住这个句子 英文当中 特殊语问句 倒装的时候 它放在这个 主语里面做 编语从句的时候 就不倒 把它挣过来 关于倒装呢 我在上面的 前面的那个语法当中 讲过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或者是想学的话呢 把前面的那个倒装句 讲倒装的那个部分 看一看就知道了 好 那么when what time is it 或者could you tell me what time it is 那么回答比如讲 现在是八点了 或者晚上八点 it's 8pm 假如是早上八点 it's 8am 也可以俗称 it's 8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it's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那么这个shop呢 放在后面 表示整 比如讲 现在是八点整 it's 8pm shop it's 8am shop 平常呢 我们在说的时候 很少有人把它带上去 把这个shop带上去 如果你要强调它是整 一点不多 一点不少 那么带一个shop上去 shop它的本意 作为形容词是 风力的 肩的 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half past 8 或者是8.30 八点半 两种说法 那么我们为了 说的简面一点 像这个 就是很直观嘛 这样说 就按顺序读 8.30 8.30 如果你不怕麻烦 所以 have past 8 也是可以的 那么像这个 8点10分 我们怎么说呢 10 past 8 10 past 8 或者是8.10 那么10 past 8呢 就是8点 过了10分 8.10呢 8点10分 就是很直观的 按顺序读 这样很简单 同样的 8.50 我们可以说成 10 to 9 也就是说 9点 差10分 10 to 9 这个有点麻烦 要算账的 你要算的 要加减化 要算一下的 如果呢 你想直观一点 直接按顺序说 叫850 850 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趋向于 比较直观 比较简便的 那种用法 你想这个 10 past 8 10 to 9 这些都是什么呢 都是 比较 规范的 或者是比较规规矩矩的 这个英国的用法 我们在白美啊 去向于这种 比较 简便 直观的用法 用这种 比较简便 按顺序说 好 问日期几号 怎么说呢 What's the date 如果说 今天 你把它加在后面 What's the date today What's the date today 那么这个today 可以不用 这就是what's the date 因为是现在什么 问题就是现在嘛 那么回答 It's March 15th 20 22 那么像这个呢 有的人把这个年代 说成 2022 也是可以的 我们白美呢 习惯有两个数字 一说这样的 就是哪一年啊 2022 2020 叫2020 我们注意 一年当中的12个月 怎么说 这个简写 我学用的简写 因为简写呢 用的比较 常见 通常 一般的都用简写 不会把它全部写出来的 一个为了简面期间 另外一个呢 有的人可能记不清楚吧 第一个月 叫一月叫January January 简写成这个 二月呢 February 简写成这个 三月March 四月April 五月May 五月只有五月没简写 其他的都可以简写的 五月本身就是三个字母 没办法简写了 六月June 七月July 八月August 九月September September可以这样简写 两种都可以 October November 十一月 December 十二月 问今天星期几 怎么问呢 要问成 What day is it Today Today可以不要 What day is it 今天星期五 It's Friday It's Friday 我们再来回归一下 问几点 What time 问几号 What's the date 问星期几 What day 这个要背一下 那么一周七天的说法 我们北美呢 这里 一个星期当中的第一天是星期日 第二天是星期一 作为一个知识 就知道一下 当然很多国家 特别是那些 把英文作为一个第二语言来学习的国家 他们都是从星期一说是第一天的 一周当中的第一天的 这个没关系 反正你知道 你不要搞错了 星期日就是Sunday 星期一就是Monday 星期二Tuesday 星期三Wednesday 星期四Thursday 星期五Friday 星期六Saturday 注意拼写 我曾经试过 我曾经问过我的学生 Wednesday怎么写 就大多学生都不会拼写的 这个要强记的 实际上呢 很简单 你记住Wednesday Wed这个N 这个之间 有个不发音的D在中间 日是ES 那Tuesday那个日也是ES 这样来记的 注意拼写 注意拼写 不要写错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很基本的东西 基本的东西不会 那如果说这个不重要 那个不重要 都不重要 那英文越来越差的 所以我们学英文 从基础开始抓起 好 看几个句子 I'll see you around 10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I'll see you around 10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我明天上午10点左右见你 那么这个句子当中 明天上午10点左右 英文是around 10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大家注意到 这种书话的顺序 最中英文的顺序是不同的 就是说你看呢 英文先说多少点 然后再说上午下午 我们汉语呢 先说上午下午 然后再说多少点 这个是不同的 不要用汉语的习惯来翻译英文 一定要注意这个 同样的地点也是的 我们汉语当中 讲地点的时候 先说最大的能力 慢慢慢慢到最小 英文当中说地点 特别是摆在信封上 写地址的时候 要说小的地点 开始慢慢慢慢 最后一个大的 这样子 那么这个小 这个小两个人的对话 就是我10点左右见你 那个人说 好的 我会准时在那里见你 我会准时在那里的 OK I'll be there on time I'll be there in time 准时或者是即时 准时就是什么呢 在那个终点 比如讲10点 我就正好10点到 即时是什么呢 就没迟到 我及时赶到了 我不会迟到的这个意思 我不会迟到的这个意思 在那个时间之内 在那个时间之内 BRB 是一个简形 Be right back 这个是表示暂时离开一下的意思 这个因为在讲 这个也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Accurate Inaccurate 准确的 不准确的 这个时间有关系的 准时的 Punctual Unpunctual 都是形容词 Adjectives 那么 现在很少用钟表了 那么如果用钟表的话 得牵涉到慢 快的问题 My watch is gaining time every day My watch is losing time every day 我的表啊 每天读快 快是gain time 每天读慢 lose time 快慢 这么说 或者说 My watch always loses 10 minutes a day 我的表啊 一天读慢10分钟 扔了算了 这种表 换堂吃了 一天慢10分钟 这个是相当多了 所以 Lose 10 minutes a day 一天慢10分钟 My watch is always 10 minutes slow a day Lose 10 minutes 或者10 minutes slow 都可以 下面一个挺实用的 叫 订闹钟 设置闹钟 叫set the alarm clock set 是设置的意思 alarm clock 是闹钟 假如说 我昨天忘了 设置闹钟 I forgot to set my alarm clock yesterday I forgot to set the alarm clock 或者是my alarm clock yesterday 像这个地方 I forgot to set my alarm clock forget to do something 忘了做模式 没有做 forget doing something 忘记做过模式 这两个有区别 因为这里用到了 所以我们区分一下 所以后面forget 后面跟to do 或者是跟doing 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忘了做模式 你没做 forget doing上的 忘记做过模式 也就是你做过模式 你忘掉了 比如讲 比如讲你差我10块钱 然后你还了 然后呢 过几天你又还了一遍 所以你忘记还了钱了 叫做是吧 you forgot giving back the money you forgot giving back the money for the paying back the money ok it's time to get up 是该起床的时候了 it's time to wake up can I sleep for another five minutes 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对话 家长叫孩子起来 该起床了 小孩子说 我还打哈欠呢 我能不能再睡一分钟 can I sleep for another five minutes 或者是 can I sleep for five more minutes I'm still yawning yawning 这个是一个现代分子 在打哈欠的意思 sleepy 是个形容词 形容词 就是瞌睡的 you have already overslept you have already slept late you have already slept in 你已经睡过头了 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现代玩意识 就是oversleep sleep late 或者是sleep in 就是睡过头的意思 I'm a night person 我是个夜帽子 这个挺好用的 这个是夜帽子 怎么说 不是说night cat 就叫night person I'm a night person I'm a morning person 我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 a morning person 就是喜欢早起的人 do not step too late 不要耳夜太晚 耳夜晚睡的词叫做 stay up late 不要耳夜太迟 it's an exhausting day all you want now is a good night's sleep 今天真是累死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exhausting 很累的 累人的 good night sleep 就是好好的 晚上好好睡一觉 good night sleep 晚上好好睡一觉 那么这里呢 sleep是当名词用的 还有 焊睡这里 就是你睡得很熟 a sound sleep 这个sound作为名词 有一个声音的意思 这里sound是一个形容词 a sound sleep 这是一个名词 就是焊睡 如果你说动词 就是sleep soundly 把sleep做动词用 sleep sorry sleep soundly soundly呢 当副词用 就是很熟的 睡得很熟的意思 sleep soundly 这两个都是表示焊睡的意思 但是呢 用的句子里不同的 比如讲 i had sound sleep yasterly evening 锁定网上睡得很熟 或者说 i slept soundly yasterly evening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的这个 日常经用英语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